各位好 下面一个单元 我来讲武装的中国 副题是千年战略传统 极其外交意义 千年战略传统 实际上是一个负数 严格地说 就是从公元前205年 西汉开始的时候 一直到差不多现在 也就2000多年 战略传统主要讲打仗 严格意义上狭义的战略 但是后面外交意义 这个范围更广 就是它在其他方面的 对外方略方面的意义含义 特别是外交方面的含义 这个同样 我也准备了一个内容提要 我们先来看看 首先呢 我们要做一个理论思想方面的 历史比较考察 就是我从克罗塞维斯战争哲学的事业出发 我们从这个事业出发 审视孙子兵法 审视在中国数千年战略理念传统方面 影响最大也最久的孙子兵法 然后我们论述 然后我们论述 在战略精神和外交意义上 这些国家的战略理念传维斯战略 这些国家的战略理念传统 比如说武力 因为没什么武力 武力很弱 还有呢 朝共和平 求一个和平 通过朝共 谁对谁朝共 是汉帝国对匈奴帝国朝共 接着 这是具有很大的国内外创新的 我们偷显一个东西 偷显被大多数中国战略传统的考察者 不管在中国还在中国以外 轻视身和模式的 我们的另一类古代战略方式或者传统 这个和孙子兵法几乎完全相反 第一就是彻底揭秘 第二就是大规模远征 其目的是决战决胜 因此也就是说我们武装的中国 在千年历史上有两大战争方式和战略传统 而其中后一种彻底揭秘 和旨在决战决胜大公文远征 是被绝大多数内外考察者轻视甚至模式的 然后呢 毕竟两千多年 我们来一个时间上的差不多跳跃 我们概述 明朝中期 卢家战略的得胜 卢家战略 中国一个基础 就是卢家政治文化传统基础 战略实际上讲到底是一个文化问题 然后我们进到中国现代 活的活的灵活 理论和概念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 孙子对克罗塞为止 孙子PK克罗塞为止 这些种审视 这些种审视 孙子是中国战略思想的假定的源头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中国战略思想的混酒的盛训 但是我们要做一番审视 这番审视在国内外是极少有人做的 孙子 孙子生平大罪孔子同事 也和这个古希腊的第一大最早的大悲剧家 埃斯库罗斯同事 这位孙子也就孙吴 一向被视为中国战略思想的源头 而且中国战略思想一向被认为 大致只有一个源头 就是孙子 而且这种观念很早就有了 从西汉汉初司马迁 在史记里面说 世俗所称之旅 接到孙子13篇 孙子兵法13篇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当今 始终被中国人当作 关于军事和战略的无与伦禀的 盛训缔造者 即使在现代 就在中国人知道了 比如说汉尼拔 古加太极的 罗马共和大西匹亚 拿破仑和克罗斯艾维茨 等于西方最伟大的军事统帅 或者军事思想之后 并且有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战略天才之后 我们中国人仍然把孙子当作我们的 战略思想传统的大致 单一的源头 但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孙子作为中国战略的 单一源头 实际上是假定性的 为什么 因为尽管孙子的思想异常结束今生 而且他问世很早 早在例如两次 希腊世纪的西波战争之前 早在 这个人的名字你们可能不大听到 最近前美国有个电影放这个的 这个人 其实西方 正统西方最早的结束的大战略家 叫提米斯托克里斯 甚至 在西罗多德 西罗多比修底德还早五十年 在西罗多德修底德 他们两个是经典战略史的 最早的伟大技术者和封印者之前 但是 在孙武稍后 我们去不谈孙武时代 或者不久后的 若干伟大战略实践家 中国产生了 司马相祖 他写的是司马相祖兵法 史记里面说 司马相祖兵法 红阔深远 随三代政法 未能尽其义 司马兵法 尤其以两个方面 最辉煌 以明确和严密的统筛军事 和政治体制一切 这个方面 政治和体制一切最坚辉煌 虽然 现在司马相祖 大致是被中国军事思想研究者知道 一般的人是不大清楚的 甚至不知道 所以一句话 就孙子取得了那么伟大很久的声誉 和在中国战略传统方面的至高地位 原因什么 原因除了孙子的思想 确实非常杰出今生之外 一大原因 沾了很大的光 就是他留下了一部孙子兵法 这三篇 甚为系统 而且言简意害 是格言受的 书写的短 很短 那就必然和容易吸引世代代研读 吸引世代代记耸 和惨法 其程度 使世界军事相识上 任何其他军事典籍 或者战略史数 都远远比不上 另外 孙子 取得那么悠久和至高的 战略思想传统方面的至高地位 在中国 还由于一个更深刻的政治文化 和战略文化原因 政治文化原因 战略文化原因 这个原因是在气质的意义上 也在功利的意义上 因为孙子的被传统的思想 大致切合 和变得容易切合 就是 卢家思想 定义就是汉处往后 作为中国主流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 卢家思想 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所以 孙子的兵法 能够得到 卢家思想的 皆有力的 无形致辞 但是 无论是作为单元头 甲定性 还是被当作圣训缔造者的很久性 都显露了 中国战略思想主流传统当中 差不多两千年 一种绝对主义 颇为有理 但仍然是偏颇的 所以为了消减 发现这个绝对主义 为了对孙子的疑训 乃至中国战略思想的传统 有更加宏大和更加深切的 发现和理解 我们再次要做一个几乎创新性的工作 就是要用 克朗塞维茨的战争观的核心内涵 我们先前课证讲 对孙子的战争观 作为一番比较性的审视 也就是说 克朗塞维茨的 克朗塞维茨的审视 完全能够这样做 相反也完全能够 也就是说 美国在越南战争当中完全失败 后来在伊拉克 向入狼狈的困境当中 一些美国战略学家就做 就是 从孙子兵法出发 来审视克朗塞维茨 来探讨战略教训 也就是说 来发现把握并且警戒 克朗塞维茨的理念 和现当代西方主流战略传统 它的相对性 局限性和可能陷阱 所以这两种都是完全正当合理 和有教义的 我们取前面一种 那是太多 那是基本上没有搞过的 就从克朗塞维茨的出发 战争的最根本性质 那是我们上次跟我讲过 那是由克朗塞维茨 最为明确的揭示和突出的 战争的最根本的性质 是有强烈的得对接行驱使 而没有内在逻辑限制的 暴力行动和暴力衝撞 克朗塞维茨即是强调 反复强调的 这更生死兵法显示的战争 这根本性质非常不一样 生死兵法可以说优雅精致 Comfortable令人舒适 这个战争风格 或者可以说是 反映了春秋时代 东周时代战争风格 大体上脱离了暴力 这些危险的设计情况 或者说举个实例 生死兵法用到战国时代 是完全不行的 完全不服战国时代的战争方式 第二最重要的 生死对于知皆端注重 对于能够达到透彻无一的知 无限自行 因此 以反复强调 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 广泛存在重大影响的 克劳塞维茨 极然相反 也就是说 第二个本质的方面 也和克劳塞维茨 极然相反 因为正是克劳塞维茨 首次将偶然性 不确定性 与暴力和政治并率 至于战争探究的中心地位 我们这两条 我们来分别仔细讲一讲 我们刚才讲了 孙子学说 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 大相仅挺 有两个主要方面 但我们讲先前的第一个主要方面 对中国千年主流战略传统塑造 以及这个传统持续 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是在这个方面 在战略文化意义上 生死兵法 切合儒家政治文化 和儒家意识形态 应该得到儒家政治文化 和儒家意识形态的 有利的支撑 克劳塞维茨归纳 战争的第一大特性 在强烈的敌对情感和暴力性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当中批评说 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 说成纯粹的政府之间理智行为 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些激情的影响 以至最后实际上 不再需要军队进行流血战斗 这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 对行动进行代出远善就可以了 这是莫大的错误 克劳塞维茨批评说 有些仁慈人可能很容易认为 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 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 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 或者打垮敌人 并且认为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 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 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 不顾一切 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地方 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 就必然会取得优势 这样一来 它就使得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 双方就会趋于极端 克劳塞维茨这些明确的批评 甚或讽刺 主要针对18世纪 欧洲经典时代 也就是法国革命战争之前 拿破仑战争之前 那个时代的主流战略观念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并非离谱地认为 实际上也针对孙子社的全胜了 孙子的战略 如果最开发的时候就是全胜了 关键就是这个全字 什么是优秀的和相反的 低烈的战略方针 孙子在孙子兵法里面提出它的标准 全国为上 全就是保全 破国赤质 全国为上破国赤质 全军为上保全 为上破军赤质 全旅为上破旅赤质 这就是孙子的名言 全就是保全 优秀的和可以有的战法 就是克服敌国 克服敌军 克服敌方部队 而没有破坏和摧毁 也就是全无暴力 全无流血和战斗 所以它的结论就是大家都知道 不战而却仍治兵 善之善者也 与克服敌相比 孙子的战略主张表现了一种 我们可以称优雅的风度 为什么优雅的风度呢 因为在孙子那里 战争的主要内容是字谋 是理智的谋划和准备 是什么呢 就maneuver 这个迂回 the final maneuver 精致迂回 把敌方诱入或者逼入 我方精心构设的无妄境地 以致去不战而却 不战而降 激情激战 从这个优化标准来看 不但多余 这些有害 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 进行真正的历史想象和分析 春秋时代 各国君主忙于从事国竞争的冲突 但是可用的资源甚为有限 所以非常顾虑战争成本 多数君主都是这样 包括纳用身子的吴王库鲁 所以 孙子兵法是拿出去卖的 就跟马西亚维的君主论一样 各颜色的 讲的都很简单化 讲的都比较极端 所以孙子希望得到纳用 所以就要有这一套 这一套对吴王大有吸引力 孙子肯定预先懂得这一点 孙子兵法是拿来卖的 卖给雇主 跟马西亚维的君主论是一样的 所以马西亚维的君主论虽然最有名 但是不是他的最深刻的著作 第二个特征 克朗塞维茨透视到战争混动第二个特征 就在于不确定性 偶然性和不可预料性这些东西广泛存在 并且有重大影响 有了这个理念 而且把它放在战争的基本层次上 我们已经讲过是克朗塞维茨的革命性创造 导致克朗塞维茨的战哲学是活生生的战哲学 最大的不确定性 大概源于我们想 往往最难预知的意志力的作用 还有其他一些突发和可能存出不穷的变故事故差错等等 再加上他们对于决策士气和战斗战役来的战争结果的影响 但孙子在这个问题上乐观的多多 孙子理论如果可以用一个字来浓缩 那就是支 纵观《孙子兵法》13篇 孙子一共出现79次 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同类似和相关的概念 比如说字计谋多次出现 孙子不仅极端重视 事先周密的了解情况 而且相信能够完美地做到 事先周密了解情况 信心是要做 在孙子那里可以说没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没有所谓战争迷雾 如果有 那也是己方的字母给敌方造成的 我清清楚楚 他现在战争迷雾 这叫什么呢 炸 这叫兵不厌诈 这叫兵不厌诈 与克罗塞尔斯关于战争的悲剧性质 关于他由于激情 暴力逻辑和偶然性 大有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的意思相比 孙子可以说满怀理性主义浪漫 理性主义乐观 以致就此而言违背尝试和经验 虽然这么做 得到君王纳用来说是合宜的 因为这个吴王不会把军师乃至国营 尾于一个声称我没有自身把握的人 两大差异是根本的 甚至还有第三大差异 对比孙子学说和克罗塞尔斯学说 我们还可以发现第三个起义 尽管它的意义没有上面这两个大 但这个起义本身的含义至关紧要 孙子有的时候倒置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 而不像克罗塞尔斯那样始终念念不忘 政治应有的统帅地位 对军事的统帅地位 对军事的管控作用 此后孙子的这个对将领们来说 这种可爱的信条被一次又一次重复 包括司马相主 包括很有名的周伯的儿子周雅夫 景帝时候的指挥将领 被这些人一次又一次援引 这可爱的信条 这可爱的信条就是 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受 所以西方也有把它翻成英文的话 老毛齐比斯迈的同了 和大家都知道麦喀瑟很喜欢这样的信条 这个信条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受 有别于克罗塞尔斯的一大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政治领导和政策的全面统帅地位 孙子兵法第一篇首篇还说 将听武计 用之必胜 留止 将不听武计 用之必败 去止 也就是说 这个可以被解说成军史家或者将领史主体 军胜立是目的 而军王政治领导如同客户 前者军史家将领可以自主选择 是不是为政治领导效劳 你听我的主张 用了就必胜 我就留下来跟你效劳 你不听我的主张 用必败 我就走 不跟你服 所以呢 这个第三个起义 虽然起意义 思想认识的意义 战争哲学也没有前两个大 但也很重要 总之一句话关于第三期 就是说 孙子若干明年 有可能被用作军事意愿 压倒政治目的 军事职责 规避政治控制的权威理由 我们来看 马上看中国的这个西汉 汉帝国对匈奴帝国 精致迂回和朝贡和平 这是弱势外交 原因就是实力磊落 被迫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 孙子是战略传统 有它的外交意运 而甚至传统的特征 首要特征 是精致迂回 规避接战 不冒风险 严控成本 它有它的外交意义 而且特别在汉初 有它的历史性的 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外交意义 我有时候讲 中国曾经有过的 最伟大的民族复兴 是在汉初 为什么这样讲 在这个前面 有七百年七个世纪 一塌糊涂 中国经过春秋 经过战国 经过暴秦 经过秦末战争 经过楚汉战争 连续 经六百年的战乱毁坏 凋敝和暴政 处于一个 一个极重大的历史关头 统一安宁 繁荣长寿的新帝国 我们先前讲过 汉初这个特定历史期 有一个分明是最重大的决定因素 决定了出生的华夏汉帝国 对匈奴帝国战略外交 这个决定性最重大的决定因素就是 华夏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相比 战争实力磊落 而且非常显著 弱就是 所以弱就规定 从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在位初期 大概七十年里 汉帝国实行的是一种外交防御 是靠外交来防御 而这种外交一言以蔽之 就是朝共和平 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共 来求和平 这个和平就是不遭强大凶猛的 凶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 所以很清楚 无论是广义的战略形态 还是精神气质 这个汉初七十年的外交防御和朝共和平 是顺子式的 与此同时 特别从事后来看 它还可以被称为是韬光养晦 是一个七十年的韬光养晦 然后就历史性大反攻 所以它是历史性大反攻之前的漫长的前奏 过了这个七十年 就是汉武帝发动 一次又一次全然飞升紫色的 大规模远程打击 以致击毁作为大帝国的匈奴 匈奴还在 但不是大帝国了 所以永久结束了匈奴帝国对汉帝国 乃至于我们华夏的致命威胁 我们再来看看 这番故事的千年背景 就近七百年里 华夏在匈奴面前 总的叫战争力量绿死 不是优势 再加上一样长久的 七百年的世纪性道争 世纪星 这个英文Sackel 是历史学家 考察人类力使用的最大时间程度 就是一百年左右 匈奴 匈奴在中国的史籍上 有很多很多名称 就是搞不清楚啊 所以呢 有被寒昏的称呼 或者宽泛的界定的祖先和亲祖 但到了战国时代后期 大概已经经过了多个世纪的联盟分解 增幅融合和发展等等 到战国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游牧部族联盟 多血缘 多语缘 游牧部族联盟 可以说 我们都知道 中国时有一个重大历史截标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这一年 西医眷荣 在他们的华夏盟友相助之下 攻杀周幽王于栗山之下 西州灭亡 东周开始 东周就是纯球时代 从这个时候开始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这个意义上的匈奴于华夏 不管当时华夏的祝贺国 还是后来的秦汉帝国 进行了长大七个世纪的斗争 他首要的特征 就是暴力摩擦 大规模冲突 这七个世纪 这个是大文明冲突了 never have never decisive 从来没有真正决胜 但是呢 总体上这七个世纪 游牧蛮夷 对隆耕华夏 大体上占有显著的优势 特别是优越的战略 或者军事卫士 反过来 七百年里 隆耕华夏 有过寥寥几次 只有几次 但是可成为辉煌的战略性反攻 寥寥几次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公元前214到215年 孟田率经三十万大规模远中 从匈奴收复核套地区 以至于史记上写 却就打退 却匈奴七百余礼 胡人不敢南下而木马 不敢过河套黄河那个地方南下而木马 但是 用史记话来说 孟田史祝侯叛秦 中国扰乱 祝秦所喜嫡婿编者 借付去 边方物罪都没有了 于是匈奴得宽 这个宽就是用今天话来讲 大大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而且他们出了一个伟大统帅 叫穆邓 这个字按照古音读 穆邓 穆邓善于善于就匈奴君主 凶猛无情 同时凶才大略 除了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人 首先做的一件大事 就是前不久才有正式的匈奴国家 但在穆邓之下 这个匈奴国家 结局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 而且发动急剧的武力扩张 特别是用实际话来说 大破灭东湖王 东湖 就是后来先辈的祖先 齐丹的祖先 蒙古人的祖先 等等 也是女征人的祖先 大破灭东湖王 同时开始大规模禅食 华夏领土或者中国领土 用实际话来说 细复收 都统统收复了 秦所使孟田所夺匈奴帝者 岁 清 燕 代 燕就是现在东北辽宁地区 代就是山西 汉帝国已死 205年汉帝国开始 面对木邓匈奴 这个木邓匈奴实力在哪里 光是骑兵大军就有几十万 而且汉初 刘邦不是说吗 大风起云飞扬 威家四海归古乡 安德蒙四手四方 所有的汉初 一心亡叛乱 不姓刘的人 因为有军功什么的 叛乱 其中一个大组织就是韩信 中国天才的战略家 战术家 所有这些叛乱 刘邦每次都去清征 所有这些叛乱的 后面的 直接的战略伙伴或者战略后登 就是匈奴帝国 然后刘邦曾经不听一个人的规劝 他是杰出的边防战略家 叫刘靖 公元前二百年 木然青帅大军二十一万 蒸发匈奴 结果中了决定性的大埋伏 木顿中金兵四十万骑 唯高地与白灯 白灯指围 当时史基汉双描绘 四面八方 这面比如说东面包围的全是红马 骑着红的马 这边全是骑着黑马 这边全骑青马 这边全骑白马 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场面 四十万铁骑 唯刘邦与白灯 怎么解围的 天才谋略家战术家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术家 陈平大家都知道 陈平出了一个奇迹 才对于逃脱其着之为 倍为其天 假如刘邦死了 中国历史肯定不大一样了 肯定不大一样了 汉帝国被击破如果 中国历史肯定 就不用了 华夏民族后来我们叫汉族 当然中国还有很多其他民族 我们肯定就不叫汉族了 至于出了什么奇迹 史玛前不好说 后来汉书上面说了 奇迹就是赶快去贿赂鱼的皇后了 皇后叫印士 凶奴明山硬死 后来以后皇后就晚上睡觉跟扇鱼耳边风说 你是天子他们也是天子 好 才放了一条路 放了一条路以后刘邦赶快逃出去 后面跟了一些骑兵 当然还有一些步兵 所以这叫巨大风险 可能有密顶之灾 过后高祖马上才听话了 采纳刘靖之策 开启了一种 深持了外交防御 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的磊落时间里 所谓绥靖政策 也可以说不含贬义 是大战略 这个政策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低成本 也就是送点施质品 再送一两个女人去 但是开始对皇帝施加而言 并非如此 刘靖之策 高祖约赛 赛在哪里 刘靖之策 以帝长公主 刘邦女后一对夫妇 只有生了一男女 女的就是鲁元公主 都生女儿送出去 嫁给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匈奴 以帝长公主妻子 嫁给墨邓善于 然后再加点财物 赫奉遗之 彼之汉帝女送后 满意并莫以为应氏 这个是有点阿Q了吧 你这个送出去 然后他就可以慢慢就扶正了 变成王后了 所以他在匈奴生了儿子 将来变成太子 代善于 你就不是善于的爹了吗 这叫阿Q 还有呢 刘邦智第二 第一送皇帝的多生女 第二送财物 匈奴贪汉重弊 陛下以岁时 每年以汉所欲彼所先 汉多余的匈奴少有的财货 蜀问仪 蜀就是指数次 多次辅问征送 因此便是风雨礼节 这两个办法 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战略外交效果 或者主要是和平 用刘靖之车 实际上记载的时候 目瞪债固为子虚 目瞪债是你虚啊 你女儿嫁给他 你不是他仗人吗 死 你的外甥就善于了 七场文 外甥敢于大富 大富就祖父 就是老爷嘛 康里哉 兵可无战以建成也 所以什么 精致迂回嘛 外交防御嘛 朝贡和平嘛 也就是说 是由军事实力 劣势 规定的生殖外交 同时也是国家里有 指导下的 仁辱辅重的战略现实主义 起初贯彻 有一个小周折 女后不答应 都生女儿送出去 送给生活方式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些人 女后哭 坚决不渴 所以骗一骗 叫兵不厌诈 女后日夜妻 上 就是高祖 竟不能前厂公主 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 什么叫家人子啊 就是公女 梁家人出生的 她就是长公主 妻善于 公元前198年 高祖 派刘敬为使 使刘敬 奉终圣与公主 为善于应世 遂每年奉匈奴 须增九米 食物各有数 约为坤帝已和亲 汉语凶龙是兄弟 平等的和亲 朝公和平是在由此开始 效果 墨凳乃烧纸 稍微收敛点 墨凳乃烧纸 几乎从一开始 则到汉帝国到五帝 在位中期发动大板攻 朝公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和平 速度间有相当大规模武力冲突 上要真正的有限战争 因为匈奴的文化学术 游牧生成条件和军场之地位 必然导致他见获的大举入侵和截略 但是对汉帝国和农耕华夏 这样的大国人武力侵害 要等到朝公和平开启过后约二十年 此前他大致经历了一向潜在为期 那就刘邦去世 实际上就是汉初定 故匈奴已交很傲慢很骄傲 这个时候目瞪按照匈奴的 传统习俗 叫收继婚 收继婚 就是兄弟的死了 兄弟的妻子归我 有的时候父亲死了 母亲就归我 叫收继婚 所以不是昆帝吗 匈奴于汉设定的正式关系 叫昆帝关系 兄弟关系 写信给吕后 按照史书上 因为这是华夏写的史书 网颜 目瞪网颜 要把匈奴兄弟死 借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 运用于吕后 运用于这位高祖遗孀和汉帝国太后 结果高后大怒 越斩辞者 发病而及之 其中有个汉书上写的 吕后的妹妹的丈夫不叫樊桂吗 打 然后还有一个名将忌部 混蛋打什么 所谓名将忌部接见 汉庭武力远不服用 所以吕后这位为人刚毅 杀伐决断女主 才写回信 贬称自己 说我老太婆了 年老七十三 牙齿都掉了 走路都走不动 你娶我是自污 这么贬低自己自污 所以同时隐忍延续 这个羞辱性的朝贡和平 富裕匈奴和勤 这就是说在这个头二十年里 就有这么一项潜在危机 然后 吕后死了以后 岛履政变嘛 汉文帝 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特别是二十多年 从头到尾 揭约的一塌糊涂 汉文帝 公元前180年就位 复修和亲自私 然后三年不满 匈奴帝国就大举入侵汉地 杀掠人民 所以文帝 我刚才已经讲到 从中国历史上最为借俭之律 协下爱民的伟大君主 断然展露他的武德勇气 招丞相冠英 发车骑八万五千 进军基敌 结果没打成 匈奴帝撤退 同时呢 某位祝和王叛乱 文帝被迫调兵谈压和终止 那个时候 沐邓善逸即将死去 沐邓善逸 表示 这是外交备忘录 正式的 实际上几个来回外交备忘录 全文邓载 愿请兵修士族养马 除前世赴顾约 所以朝贡和平恢复 包括给刚纪匈奴主位的 老尚冀轴善鱼 穆邓善鱼死了 老尚冀轴善鱼送去 终是女公子 冲着其后 就此要延续朝贡和平 没什么话说的 西汉宫廷御全会战略讨论 一下子 马上就要老性共赦 弱者必须拥有和平 哪怕朝贡所 《史记》记载 汉廷御全会商议 戒与和清俗变 哪个变利哪个应该 宫请戒约 善于心破肉势西边的 差不多就是现在新疆的西端的一部分 和再过去的 陈胜 不可见 和清胜变 必须和清 前166年 和平再度破例 老尚善于清帅十四万骑兵 大举路清汉地 烧杀鲁略 一直打到长安附近三百里 打到关中了 文帝双重战略 平时朝贡和平 但真要大举路清 我要抵抗的 再度被迫坚决抵抗 调遣和部署两顾大军 分别 一步驻扎在长安关中 以备胡扣 第二个是 托其大军 大发车击即胡 大规模军的行动 大见在弦 但是匈奴大军撤退 汉军后面支部队 虽然车债即还 不能有所杀 终止 最后再来一次 善于复言和清 文帝答复 这是正式外交备忘录 我们援引起 前世 那个冲突 你做的事情 借不足以离 兄弟之欢 两个帝国相约 匈奴不若善 汉不出善 而且还有三个雄 制裁措施 犯约者杀之 可以九卿 这是什么 用现在语言 这是一个朝共和平条约体制 基于互不侵犯 基于战略化戒 而且有违约的制裁规定 不过 匈奴帝国一路既往 不但被约 不怕被约 朝共和平一路既往 脆弱可断 公元前158年 老上善于死后 就位了叫君臣善于 绝合清大局入清汉边 于是那个老模式 军事外交实在老模式 重复一遍 这个老模式就是 匈奴杀掠汉民 汉军挺进边境 匈奴撤回塞外 汉庭收兵霸争 朝共和平恢复 这个模式又重复一遍 但这一次158年 恢复朝共和平是景地 公元前157年继位 景地成就这一次恢复朝共和平 景地先挫败 无处且国自乱相配合的 赵王与匈奴合谋入边的阴谋计划 阴谋计划就是 汉围破赵 匈奴一指 然后赴予匈奴和亲 通关式 给予匈奴前公主如故约 多少这种经意 景地时期的朝共和平 是一段所谓long peace 漫长的和平 15年 说中孝景时到景地去世的时候为止 小入道边 匈奴人时小规模的入道边 无大寇 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15年过渡时期 或者说是历史性的根本转折时期 这个转折既是至少长达六百余年的广义匈奴和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已 也就孟天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北年战争 有政治才能 也最有意志力的斗太后 头十年斗太后延续朝共和平 明和亲约首 后于通关式 老给之 但七年过后 公元前133年 京城善于 在三星内有内因 内因配合京城编异的诱惑下 匈奴善于十万骑兵大局入侵 这个时候 窦太后已经去世了 五帝开始掌权 五帝随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 想进行一场大规模佛弃战 但是匈奴撕破汉兵谋 没上当 没有中埋伏 塞军策往塞外 已故汉兵无所得 仗没打成 但是朝共和平终告破裂 从此开始 匈奴绝和亲 公当路塞 往往路到一汉边不可胜数 总共历史近七十年朝共和平 忠告破裂 汉武帝 是我们华夏和中国的俄罗的战争霸王 对天然容易接受松弛的战略方式 和卢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 你不要以为从他开始 卢家战优势地位 这个不是最重要 当然也很重要 但他本质上 他本人不是 他本人没多少儒器 他是战争霸王 我们拥有这么一位 在我们漫长历史上 身为罕见的战争霸王 是真正的历史性的幸运 因为 他将发动 大连续的大军远征 五帝朝 击破多个世纪的一大 生活首要致命威胁 这就是 这就是差不多天然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 和强大凶武的匈奴帝国 当然 汉武帝 中央文化革命灾难 结束时候开的党中央的决议是 毛泽东同志三起开 成就 长处伟大 他是错误 首误 十三 汉武帝呢 大概六四开 比毛泽东同差一点 因为汉武帝在位五十几年 所以他一个长期的击破凶农帝国以后的后续政治 基本上就是穷兵独武 横城暴裂 奢侈荒唐 往生内乱 以致民不聊生 国苦空虚 国家混乱 当然 毕竟还是六四开 所以我用的是尽管 有那么非常负面性的事 怎么去破匈奴帝国的 三大战役或者是三次战争 前127年 五帝发动摩南之战 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 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很少数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神魏清 用什么方式 大规模远距攻伐 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 取河南地 河南地是河套 自树方军 然后公元1824年 匈奴一个秦王 又贤王肃秦老寿方 五帝又浅为秦统帅 十几万人 这次大圣 这就是摩南之战 第二个 第二场战争 第二大战役叫河西之战 河西 河套西面 河西 就是现在的这个隆东 隆南甘寿那里 中国历史上 又一位特别伟大的将领 也是我们的战神 霍去病 霍去病两次率骑兵大军 远征打击匈奴大胜 然后第三场 第三大战役 第三次战争 公元1919年 摩北自在 摩北山中国史上 最长距离 最辉煌的大规模揭灭社远征 令魏清 霍去病各统帅五万骑兵 两道级匈奴 从霍去病的武功 最恶辉煌 深入两千多里 斩敌七万余人 一个匈奴游民族七万人 那给揭秘了 军事人力都大大不够了 所以一直到什么狼狙去山 到底在哪里有争论 但比较多数的后来史学家认为 考证是今天乌兰巴托附近 狼狙去山 军事后 匈奴远袭 摩南无王庭 摩南这是一个地理传统名称 比较含糊的 大体上就是内蒙古以南 包括内蒙古 再过去就摩北 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 这个成就非常伟大 为什么伟大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公元12世纪初到13世纪后期 我们都知道一个女征竹金帝国 然后成绩是在蒙古帝国 先后向南大举征战 沙鲁掠夺为止 就从摩北自战打赢 一直到12世纪 这个1000多年 华夏民族 从未再度遭受 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 游牧州强权的致命威胁 五十六国南北朝大乱 那是中华国度以内的 这个历史上很多早就有争论了 谴责 有的是说没办法 只能这样 就是把南匈奴 以及跟南匈奴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戎敌 移到核桃以南 加生犯 最后结果的民族大融合 但是经过了多少年 甚至几个世纪的 血和火的斗争 但是这是核桃以内的 内部的加生犯 不是外面来的 所以1000多年 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 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强权的致命威胁 这不得了的 一举定天年选坑 所以 我们看到 汉初七十年 富有凶持战略意义的朝共外交 还是完全相反 汉武帝都完全非生指责大共和直接反共 所以他们各自的时代里 保护了华夏民族的国家文明 生而生成 我们现在 我们讲的这个单元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还有另一类中国战略传统 忘记了很多人都 绝大部分忘记了 叫决战决胜彻底揭秘和大规模原则 虽然生死战略传统 拥有中国战略思想 压倒性主流传统的很久地位 但是不要忘记 中国还有另一类伟大战略传统 一类不幸的 被当代大多数中国战略传统搞成怎么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中国以外 亲手的模式的古代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 指在决战决胜的彻底揭秘 和同样指在决战决胜的大规模原则 中国历史上 彻底揭灭作为基本战略方式 首却指的泰斗是 白起 公元前三世纪秦国大将军统赛 白起极为显赫的 一时又是设行大体上升职的战略 几乎完全相反的战略和战争方式 而这种战略和战争方式 与拿破仑斯斯和克罗塞维茨提倡的战法 在本质上 在主要程度上大为相识 这是可以说 我们这位白起比拿破仑更拿破仑 比克罗塞维茨更克罗塞维茨 怎么样个打法 兵力大规模解冲 大规模运动 大规模骑袭 还有指在彻底揭灭的 不可抗拒的摧毁一切般的决定性大进攻 当然白起个人战法的特征 还有是决然无形的摧毁和巨大规模的屠杀 特别是大规模战场屠杀 那在古代世界大体上 只从某些游牧和半游牧帝国统杀那里见到 这个大规模战场屠杀 它是拿破仑的承卫设计 克罗塞维茨的承卫 暂许过的 但是呢 这个白起不是什么原始凶蛮的战争屠夫 绝非若词 司马迁看靠白起 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杀体 非常战略性的战场杀戮者 廖敌河边 出其无穷 身正天下 还有我刚才讲过的 白起还有一个几乎是决然独特特征 从史记看 在一个大战接战 各外的平仑不移的血腥时代 战国时代 在近40年作为将领的作战指挥镇压中 他从未输过哪怕是一场战斗 在整个西方史上 只有一个将领和军事统帅做到过这一点 时间也差不多比较接近同时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二世纪末月的大西皮尔 大西皮尔是罗马共和国成为一个 和史上地中海大帝国的决定性军事地造者 所以白起真正的人间战神 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 而且可以与大西皮尔并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将才 当然白起真正的方法为何如此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考察思考一系列 在族裔 历史 文化 国家 政治 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基本原因 包括 古老传说提示 秦国是游牧起源 包括 秦皇国于西戎临近 甚至绝不混杂 而离华夏文化中心离中原长久的遥远 还有 今生上多少非华夏的边缘王国 有脚野蛮的传统和政治化习俗 还有一个国际处境 由商鞅的主公秦孝王宣告是 祝后必秦 看不起我们秦 说这个丑莫大业 还有商鞅变化开始 军国型社会体制 独主意识形态 和军功第一 甚至唯一的酬赏制度和价值观 还有 商鞅过后不久问世 军事帝国主义国家目标 加上大规模战场屠杀为首要特征的战争方式 和新性的军事传统等等 当然我们还要尽可能追踪和想象 白起个人的战神和超级屠夫特质 然而我们重要的在此 是具体展示白起的战争和战略方式怎样的 或者说来展示中国的彻底揭秘传统 在他开头的时候怎样的 实际白起王简历传载 白起在秦昭湘王之下 担任战区主帅的第二年 就公元前293年 公、韩、魏与义雀 斩首24万 啊 你看这个历史卷主要 一个节期节据的变化开始了 斩首24万 这等于近40年前 秦国大规模战场屠杀开始往后 最高纪录的三倍 接着是白起的一次又一次 大规模进阶、功课、扫荡、土魯和征服 公元前292年 白起为大梁兆 大梁兆就是秦国的差不多最高的将领官衔 公位把子 取成大小六十一 大规模进阶不是少荡吗 取成大小六十一 再过五年 公元前285年 白起公兆 拔光狼城 后期年 公元前279年 白起公兆 战国是在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拔燕邓武城 齐明年278年 公处 拔楚都印 秦以印为南军 然后白起签为武安军 武安军就是最高贵族之一 因为有军功 然后昭王34年 公元前273年 白起公位 拔华阳走毛毛 而鲁山秦将斩首十三万 于赵将贾燕战把俘虏称到河里 淹死其主二万人与河中 然后昭王43年264 白起公寒京城 拔武城斩首五万 然后就是秦造长平之战 我们大概二十年前吧 这几年有一部电影的 大家可能要看看 有点黑色用品 麦田就是写长平之战 麦田 小麦田大麦田的麦田 秦造长平之战 这是白起和秦王国所曾进行过的最大的战役 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和最大规模的战争屠杀 司马迁史记记载了不少战役 但记载长平之战的强细程度篇幅 远远超过其他 所以司马迁为后世留下了一幅白起 彻底揭秘的图景 大进攻 大血腥 大残忍 加上他的料敌河辩 侧气无穷 还有他的敌人 他的战略头颈 他的敌人就是伟大兼人的赵国老将联坡 与纸上谈兵的赵国少帅赵阔 公元前二百六十年初 即秦师攻克韩国上党 现在山西上党 赵士集结长平以备 大战业形势开始形成 随后秦师攻赵 赵军阻塞联坡采取的 我们有个比较途径 采取沸边战略 罗马战略加沸边 应对甲太基军事天才汉尼拔的正确战略 兼臂以戴秦 秦术挑战 汉兵不出 不跟你打 但是呢 沸边得到罗马最高权力 也就元老院的认可支持 联坡 最后却因为这个正确 但看起来比较消极的战略 受到赵国君主连连责难 没有政治领导支持 随后秦国历史上 仅次于商鞅的最伟大的首席大臣 天才的政治战略家樊菊 使人行千金 带了千金 于赵为反奸 又是赵王撤换联坡 带罪赵阔 一听到赵阔为帅 秦王激动万风 立即采取了一项可称最大的战略积极 static surprise surprise就是出敌意外 秘密其用白旗 不让你们知道 其用白旗 为公召大军统帅 这是一个最大的措施 而且令军中有感谢武安军将者斩 最大战略积密其用白旗 这就表示秦王要打一个空前的大姐妹战 所以长平战场成了战胜白旗用兵舞台 而且对手是挂下后立即抛弃正确战略统兵庸才 赵夸赤 出兵接秦军 秦军揚败而走 赵金属胜 追赵秦币 完全过去的正确战略 沸边战略 连波战略被抛弃 白旗坚守壁垒 以便欺骗和牵制赵军同时 出两路骑兵穿插赵军中央 迂回赵军背后 赵军分而为二 梁道绝 陷于被迫变功为首 以求兵援梁末的战略威敬 这个时候 君主激动了 年迈的伟大君主 秦昭相王立即倾覆战争前沿 而且下令全国战斗人员总动员 倾草而出 进行秦赵大局战 史记记载秦昭相王赐明觉各一届 发年首语以上 首语以上难指 全部到长平战场 遮掘赵救救救救救兵 救击粮食 赵族不得死四十六人 没有吃了四十六天过去了 被迫绝望脱围 然后白起发动大维歼 寄致以战场屠杀约五万人 然后坑杀将族四十万人活埋 这是一个 不是盲目的是刻意的战略性野蛮大吐 白起 加上我们关于秦王国秦帝国以致一切 不仅令人悬想 假如秦帝国不是二十二王 而像中国那些伟大王朝一般 长寿两百年三百年 我们会是怎样的中国人 有一个可以肯定的 我们肯定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中国人 也就是说我们 就不会有我们后来 多个世纪的主流战略传统战略文化 我们在这里说 另一类中国战略传统当中 还有一个叫大规模远征 摩特在于决战决胜 前面我们已经非常快速地 谈到他的矫早经典范例 也就是汉武帝治下 战胜卫星河绪兵 最终击毁凶农帝国三大战役 这样的大规模远征 的确是肩货脱险的 肩货就是比那个SOMTIME还要弱一点 快映到来 中国战略传统 汉武帝前面有孟田大军远征 而汉武帝之后 汉帝国之后 这样一个传统 最显著表现就是 第一 七世纪初 唐太宗志向 最终击灭 东突厥帝国 那是严重危害初唐国家 速度大兵力远征 还有 对地处遥远 但是威胁盛大的 土玉红的胜利打击 最高统赛唐太宗 第二 天才指挥将领 中国立商又一位杰出的战神李靖 第二 特别是 十五世纪初 发大军深入草原 猛力打击和重创 蒙古帝国的强大参与势力 明太祖周元璋 加上更是如此的 明二代皇帝 明成祖朱蒂 朱蒂 朱蒂一世一世年 清领部期五十万 击灭 远在摩北的瓦拉部 瓦拉也就是西部蒙古著 马哈木 所以明帝国三百年长寿在战略上成为可能 正是我们可以夸张一点说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 一举完成周葛英明的周五王联盟大军军和木野冰车大会战 这个事情不得了 这个就是What 再加上孔子 What made us the Chinese 对中华主流民族文化特性和政特性的初始确定有决定作用 我们可以说构成我们这个远征的初始起点 尽管武王 帅西土治人 用上书上华来说 上环环 卢虎卢皮 卢才卢离的这次揭蔑军决战 一共只有几百公里行程 我们这次仅需要较详细地显示 魏清河绪彬大公元征战的光辉顶点 摩北之战的战略突击 一边进步特显 它所谓范例体现那种传统 前119年 武帝命大将军 卫清和镖旗将军 何绪彬 各率五万铁骑为两路大军 而且后面有四十万运输部队和步兵 兵接杜摩到摩北去了 贤两军贤凶农善鱼 是追求歼灭凶农帝国魁首和主力的空前远程征战 第一战 是魏清在进军途中意外迎对善鱼 结果来了一场大规模骑兵遭遇战 魏清击战获胜 但没有大致实现征战目的 没有抓到善鱼 行追求二百旅不得善鱼 尽管颇展手鲁万鱼卷 后卫清隐环过磨难 回来 陆赛的时候反展手鲁一万九千截 现在何绪彬 何绪彬战役一开始 摩北在一开始就被五帝定为首要主力 因为赶力战深入致实精锐的 皆俗标齐将军 何绪彬大显身手 先出带 带就是山西北部 右北平 河北的这个 现在北京也不远 出带右北平千余里 到这个时候一开路就已经所展府功以多余大将军为情 而后减气之重 率清齐大军 绝大摩 大沙漠 大戈壁 绝 取势于敌 不带之重 就地征集粮食 先后连接匈奴几路军队 何其兵的最大成果 是经过大运动而大揭秘 除大量杀敌外 还振辱祸丑 千万有四百四三级 超出了匈奴作为帝国能够承受军事能力损失限度 我们还需要展示最后一点 至关重要一点 摩北至战辉煌绝胜的主要先决条件 在英勇决绝承受巨大牺牲和代价 全胜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要全胜的话就没有胜 两斤制搓赛 搓赛的时候 赛玉关就是边赛点马的 还有司马就是志愿者的马 没说人 十四万骗马 到打仗回来 富入赛的时候 十四万不满三万 绝大部分都死掉了 没有说人 人也差不多 这完完全全不是生辞的全胜战队 好 我们再要讲一个 也很有利益 叫中国版的经典外交 这个经典外交指的就是 西方经典外交 特别是希腊罗马的经典外交 但是也有中国版的 我们是特殊的 但是不是独特 也就是依据近乎压倒性的优越权势的外交 前面讲的朝共和平是弱势外交 现在如果我们的祖先强大起来了 实力大了会有怎样的外交 我们会不会有霸道 我们的祖先 容易发现 至少在某些重大特性领域 特性范畴 历史中国 传统中国 强了起来以后 外交方式和理念 竟那么类同于西方经典外交上的有关途径 西方经典外交方式和理念 就是西方在中世纪以外的 古典古西亚罗马的和马齐亚尼之后 现代的外交方式 古典的西方 现代的西方虽然相隔千年 但是相似甚至相同之处相当明显 中世纪是这两个端最难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下面谈论中国版的西方经典外交方式理念 都依据要导性的优势 优越权势 第一个理解 战国后期超级强国 叫卢郎四虎的秦王国 分而自知 分而自知 张仪和这种连横里面的连横 分而自知 它不仅让人想起 以外交战略实践 将这个词 divide and rule 分而自知引入西方惯用语的一个人 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 独眼龙非力 是马其顿霸权缔造人 经典权势政治能手和大帝国主义者非力 非力反复使用 在武力威胁武力使用 配合下的外交 最终毁坏了希腊的承邦国际体系 创立起相当庞大 和随后更加急激扩张的马其登帝国 在非力身上 我们可以联想到 周游祝国 巧思扎言的解仲连横 要解掉合仲 连横外交 包括张仪 还有顾张仪的人 他的雇主 秦桧王和秦武 反过来 合仲 六国合仲 监货合仲 但中备奉而自知六国的行为方式 恰是西方经典外交史上屡见不鲜的大车 而不是制衡 最后 我们再来谈论一个 中国版的经典权政家李斯 李斯的组织就是秦王云正 后来的秦始皇帝 秦王云正中国历史上最显要的帝国主义者 李斯 与战国时代的其他一流国策推销者 张仪淑秦 张仪淑秦曾经数招挫折不同 李斯一上来就迅速成功 靠的是秦向李博伟推荐 极力向新军寅政 可望丰功伟级 因此极力向云正强调 摧毁六国立实际战略实际已经成熟 登出云正 立即决绝的成就制 而他的根本理由 秦国的压倒性力量优势 李斯遂秦王 秦之成圣易祝侯 盖六四一役 我们已经进行六代君主努力 孝公会王武王 赵襄王 孝文王 张襄王 孝王和张襄王 在位时间很短很短 经诸侯佛秦 毗卢秦 赋予秦自强 大王之贤 扫密六国 就像照台上扫扫灰尘一样 由照上扫除 自以密祝侯成第一 为天下一统 此万事之一时也 于是云正听其计 为树密六国无所不用其计 从全无能力顾忌的贿赂和暗杀 到削弱别国的奉而自知 再到剪除别国的无力摧毁 用史记的实义记者 殷浅谋是支持金玉 就带着金玉 游说祝侯 祝侯民事可下以财者 收费落了 后一戒辞 不肯收费落了 刺杀力奸赤子 离其君臣之际 后面军队 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不就剪除别国的武力摧毁吗 其帝国主义狂澜和塑成结果 恰如贾义过勤论民言所说 徐六 六是之于烈 正常朝于以内 吞二之二王祖后 律之正儿之六合 指摘腹于鞭尺天下 威正四海 世界史上难得有如此 截取的大金腾 别说我们一向是王道的 不是罗马 圣是罗马 第三个历解更有意义 因为他官辉向先前从来 未被人以一种 现代的跨文比较正式也看待过 中国古代著名文献 这篇东西中国前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 多少人赞扬过 多少人评过了 没有一个是像我下面这么看的 这篇文献 就是司马相如 中国的文学天才之一 难属父老 这篇文献 它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 基础 是汉初往后 中国数千历史上占主流儒家思想 特别是可用天下概念表证儒家核心理念之一 所以 跟上面强权正经典相比有更久远的寓意 公元前一百二十九年问世 司马相如难属父老 他说要意在哪里呢 他说哪里类同西方经典呢 就是文明帝国主义 中国形态文明帝国主义 以优越的文明为名义 作为理由 来进行华夏帝国扩展 加上一种中国版的 我称之为富英社外交 和维持所需的帝国资源的意识形态动员 这里说的华夏帝国扩展 是指汉帝国将西南一截其居住地区 纳入其本土 大致今天的广西、云南、贵州 他们先前在司马相如以前 从未处于华夏祝贺国帝国的政治统治 或者政治控制之下 这样一来 在中华国度 在Chinese country 有了比先前远为前退的广大西南部 而且一劳永逸的很久 先说西南一 是秦汉时代一个统称 其中包含数目甚多 特性博扎的大量非华家族裔部落 部落联盟甚至比较原始的国家 是一个统称 他们居住在秦帝国 出岸帝国西南边疆外侧 和同一个方向上更远的广博地区 从司马前的话说 借巴蜀西南外满鱼 是汉武帝 帝上真正全面推进帝国的战争霸王 在短短不到四年时间里 结束了他们外在与华夏国家绝密 靠什么 靠拮据的大规模征服 其主要成功就是武力境界和武力威侠 是中国立商至关壮的一页 用司马前的最大开口来说 就是汉租西南仪 国多密仪 这个成功征服过程 尽管维持甚短 但是 全无先前准备 而且历境艰难 故事要从面前135年讲起 有一个藩蜀国敏玉 就是现在的福建 大治福建 藩蜀国 武帝要征服敏玉 他的重要战争需要 突然和相当偶然导致 对西南一地区的探索出事过状 因为从中原 华北中原 到敏玉有大量的丘陵地区 还有江河 所以想个办法 当时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从西南一地区过去呢 因为张倩到匈奴挫使 回来以后就说 他在印度那个地方看到过 成都地区用的东西的 等等 但是呢 汉武帝相当快 大致放弃这些努力 地理困难非常巨大 而且史料未及 武帝正式决定 大致罢休以前不久 司马香炉 和西南一地区 或许是圈王后 直到初唐约八百年里 司马迁以外的 中国头号文学天才 因为文符写得好 臭宠 所以给他一个使命 叫到四川那里去 到成都平原去 履行特别使命 继而这个使命 竟然短暂成功 做了一篇 这篇文章 就写了南属父老 当时没有用 徒劳无功 属属父老就扩张动员 属属父老当写的时候 是跟汉武帝的异象相悖 是跟一向的属地舆论相悖 假想性地说 以属父老为止 而我 就劫难之 亦在亦封天子 并且令北姓知天之意 好 我们转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题 可以说锐利创新 对 英群保守 力求西南扩张 对 维持西南现状 而创新扩张的根本理由 我不是说文明帝国主义吗 就是帝国浮游使得 畏化没有得到教化的 野蛮的 畏化蛮于文明化的使命 被劫难者 司马乡路笔下的 齐老大夫 健身先生之徒 二岁有气的 他们什么呢 他们是反帝国主义者 反帝国主义 不是说帝国主义道德上不好 而成本太高 他们坚信 对施义的原则 是仅需最低限度乐手 抱怨 西南相初始的扩张 忽然导致 士族 劳眷 万民不占 有必无力 就此 司马乡路怎么来驳斥 怎么来难守父老的 首先创新必要 创新光荣 说非常自仁 行非常自私 非常自私造非常自公 贤君就位 必须创意垂统为万事归 不可以保守 不可以神耸息传 当势取瑞 然后 基于所谓天下信条 基于文明使命 对华夏帝国无限扩张有一个理论性的提倡 南俗父老说 赢 长久的信条 普天至下目非王土 塞土至于目非王城 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 用今天话就是全世界 怀生之物 只要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敬任与泽泽 不用我们的文化去敬任他们 贤君辞职 这是贤君所辞的事情 突如蛮夷之地的扩张 是道德上仁慈的 为什么道德上仁慈 就是文明化 文明化他们 这根本理由 因为蛮夷正教卫家 流风游威 蛮夷一塌糊涂野蛮 君臣一味 真毕色序 父兄不古 又孤伟奴 所以以致其名自己 若哭喊之妄语 渴望被征服 也就被文明化 甚至还困惑 就像十九世纪 比如十八世纪 欧洲人写的 说文明的负担 说非洲的黑人 自己都困惑 你们这种文明 为什么不来解救我们 或者不来教化我们 困惑 中国有知人焉 得扬而恩普 难道折留给自己 而不不会是已 总之 西南仪像扩张在文明化 普遍福祉和经久和平意义上 完全对头 因为他 博恩广司 使得遥远 必赛和蒙昧的西南仪 得要乎光明 而且 演嘉宾于此 却出发于彼 邪迷一体 中外地富 不亦康乎 不亦康乎 所以他的结论 就是面对这个句称 无比伟大事业或者使命 北姓虽老 你们虽然辛苦 又恶可已债 虽然他当时全无真正效应 但是可以想象 到二十年后五帝终于一居家 找兴努力征服 西南仪积去居住地区的时候 史玛项路论说那种文明帝国主义 和福音室外交信念 多少参与了政府政策 所支援动员 我们来跳摇一下 叫卢家战略 得胜和帝国的军衰落 因为我们谈了两千多年 关于这个历史长河 我们要有一些跳摇式的概览 我们现在飞略到十四道设计是明帝国时代 明帝国时代 我们除了上面很简厉地谈到了 唐帝国缔造者于数度大兵远征 最终击灭东兔举帝国 将收集出明帝国缔造者 朱元璋周地发大军深入草原 蒙力打击重创或者击灭蒙古帝国强大残余势 前面已经提到 但是呢 我们讲的还不够 我们马上要讲的这个战略传统政治文化戏剧 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时代 因为他们直接导致了中华帝国的军事衰落大去向 还有 中国首先由于军事力量弱势 重回外交防御的外交大去世 当然这里面历史从来没有现性 这里面还有其间表现为 这里面有清帝国初期 特别是康熙在位时期 武功文字 借为卓越的律师心 起伏性之 起伏的嘛 不是现性的 还有我们要讲这个明帝国战略史 鲜明地显露出生殖战略的最显赫地位 基于何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传统 这个转折时代 就是摄氏到摄氏是明帝国时代 明帝国时代我们战略史 今次使用可以作为特别宏观的武汉 在将蒙古人与其武力 逐出关内驱回草原之后 明帝国两代缔造者 明太祖朱元璋 明臣祖朱蒂 发动一次次进兵蒙古附地的大军众生远征 打击 生活揭秘 前蒙古帝国的各自强大残余势力 好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随着时代推移 这种积极有为的进攻性安全战略 逐渐被搁测起来 或被忘记了 十五系中叶 明朝开始转向保守 内向和消极防御 第三 决定性的转折点 土木之变 1449年土木之变 明英中率军五十万清征 蒙古瓦拉布 大级进犯关内 明朝皇帝殷中率金五十万 随即两度遭到瓦拉军大规模服气 最终在土木堡 当今的河北淮莱东 皇帝被俘 明军全军覆灭 死伤过半 这么一个重大的毁灭性打击 变了 全改变了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从此 明朝不再积极征战 转而奉行消极防御政策 那或许最细剧的表现在 规模豪大的边境公司驻访计划 由此造就了所谓 长城 归途 长城的主体 一直到约两个世纪后 1641 亡于国内造反 和满足路径 所以这个历史的概念 明朝战略史 我们要看一看 所谓中国战争和战略方式 是一个实际上研究起来 复杂甚至自相矛盾行为模式的体系 或者说实际上 有两大类彼此矛盾的中国战争和战略方式 特别是明帝国初期的中期历史环境 可以被称为游牧族方式和华夏方式 周元璋那一代人 是在原帝国之下 学了蒙古人打仗的办法 而中国老传统是华夏方式 最开要的说 明帝国近三个世纪战略史 就是明帝国交替运用 这个两大战争和战略方式 传统的历史 我们刚才说 我们又给他起了个名字 华夏方式和游牧族方式 交集使用这个两者 以图应对大陆外援威胁 就是明帝国不断遭到了境外游牧 或者半游牧族的威胁 明朝初期 战略方式征战风貌 是蒙古人打仗方式的继续 明初君主 大致采用蒙古人的战法 保留许多元代建制 甚至使用很多蒙古人担任官职 而这些也在蒙古人同时下生成的 他们使用非生辞的战争战略方式 取非生辞的蒙古力较量 用蒙古人的方式打蒙古人 但是呢 紧张仍然在 在明朝初宫廷内部 既有与以示的元朝的连续意识 又有被人称为奴教的强烈的文化上的滑下感 内在紧张 这些基本属性当然 这个华夏基本属性 儒家基本属性是根深蒂古 而且 明治国欲形成欲定型 经济政治化意识形态特性 合成起作用 所以这个紧张 游牧方式跟华夏方式 战略方式 越来越朝有利于后者 华夏方向消极 经济 明朝经越来恢复越来越繁荣 大家可以开始看《红楼梦》了 就《红楼梦》里面描写的 在南方 预复复述大河流域和平原 那里有产丰饶农业和预扩展的商业滋养着一个精英阶层 他们喜爱精致典雅的文化 你看看贾宝玉 看看贾政 看看什么 焦大这种的 才是当时老兵 这种 那没地位了 所以越来越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文明 同时 明朝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越来越返回华夏传统 越来越从儒家经典传统先例中抽取政治和道德指南 所以政权本身性质的变化 必将导致战略文化战略性条安全政策的变化 儒家战略必将得胜 儒家战略 我们现在是 已经更广阔以上来谈最初源于声词的兵法的时候 儒家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 是什么呢 美国研究明朝的权威说 最好可以看到最大化目的最小化政策 最大化目的最小化成本 儒家经典展示一个统一的世界 对万事万物的直接建立统治 据说是自然基本自虚和自然结果 这个目标是最大化的 天下这两次就可以标 但是 假如有一位真正富有美德的皇帝 他就将成为一个 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社会过程结果 熏陶 教化 这叫最小化政策 规避接战 不冒风险 严控成本 以致不善而去人致兵 善知善哲也 所以这个孙子学说 非常切合这种正哲学 而且除了法家以外 所有中国哲学流派 道家 后来佛教 中国化的佛教 都在原则上贬义用武 贬义征战 所以 到殷中清征和土木自变前夜 儒家战略得胜是万事俱备 自欠东风了 什么东风 军事大灾变 军力大筛 这就是土木自变和五十万大军整个被迁的结果 它导致了明王朝整个战略态度深刻改变 同样用沃尔德伦 美国民史权威说的 中国续编部队 从前沿据点后撤 明朝被扫除 我们加一个补充 叫战略以历史性至关重要的草原交界地区 平成们呼吁 实行防御政策铸长城 1474年 长城首期设施沿尔德草原边缘铸 中华帝国的军衰落大趋向 有了它的第一个经久的物体象征 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军事上衰落的历史中国 一直到1949年为止 这个中国可以简要定义为纯防守性中国 非常深刻的缺乏进攻能力和进攻行李 当今波兰有一位学者 研究东亚的 写过一篇论文写得非常好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概述 是关于清帝国中晚期 到国民党统治末期的下面的可悲的图景 他说在清代 军队完全处于社会威望边缘 好难不当兵 士兵国之地位第一 征兵与一种互相选择相连 就是傅兵役被认作大不幸 他军队本身按照一种家长自主的起来 而这个家长基于儒家的国家观 在其中挑选军官 依据个人忠诚来进行 大多数官方精英 避离军事 部队往往由朝廷文官指挥 这些文官通常没有军事经历 高级官员被认为到军事岗位上 被认为是一种惩罚 军队缺乏中央领导 各部队从属于各省都督 实际上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控制选军 却以如此组织方式 也占被认作一种最后手段 各省军队的这种杂合 各省都督之间内斗内争的要素 从这情况下 人们试图用外交去解决取代军事行动 为了将敌人争取过来 或使敌人互相敌伍 古典的生殖兵法得到使用 实际上他们是装备低劣 训练不良的防御性军队 没有能力反攻 通常面对入侵者束手无策 特别在他们使用新的 先前不知道的武器和战法情况下 他又说这个波兰学者 清朝军队是一种国家哲学的产物 武器低劣 装备不散 而且事实鸦片 他对帝国这个国家现代军队不构成威胁 存在期间 他未经历过重大胜利 却遭受了惊人的惨败 1894年到1895年 与日本的海上战争 1937到1945年间 中国一部分领土为日本占领时 国民党部队在日本人自战方面也未去成功 他能做的一切 不过是托住日军 那么这样的政治军事战略方式 有什么外交意义呢 就是以仪制宜 以仪制宜外交 符合金制预会的几乎所有要求 以仪制宜不仅是一种策略 不仅是指在外交防御 而且被当作北洋政府 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哲学或者根本战略 当作指望在国际社会中 坚持取得权力让步 甚至平等法律地位的根本预计之一 这些实力磊落一直低沉害怕较量政府 颇有理由相信 可以逐渐取得 某些力强同等或者相近的权力待遇 而不需造反 不需对立强造反 因为立强互相之间竞争 有求与中国效力 维持得筹赏中国 这种可能包含某些权力让步 或者立强与互相之间竞争 互拆抬脚 因此可能拙劣一致或破坏对方的 在华威势和特权压迫 从而有利于中国的法律权益和政治地位 这种金制迂回 这种缓慢渐进的局部改革 和 当然戏美演完 你可以假想最后如果慢 如果没有共产党 如果没有蒋介石脑台 会不会成功 这也很难说 但是关键就是 中国很大分现代民主主义者 年轻人 特别是在抚恤变化之后 不能等得这么慢 不能这么局部 中国要革命 所以 中国历史 就开始发生大的改变 因此 我们就有了毛泽东 我们现在来谈了 来透视 中国 最重要的一位 当然是毛泽东 毛泽东成就了什么 毛泽东与他的志同道合者 如果要尽可能迅速地实现他们的激进民主主义报复 同时实现他们的激进的社会变革意向 好 因为他们正确坚信 现代中国站起来 就必须是中国劳苦大众站起来 就不能不在中国赢得为之必经的大规模战争 因此 除了其他特别紧要的必须条件外 这意味着 毛泽东 及其志同道合者 必须是富有才能的真正战略家 而我们幸运的是 毛泽东就是最杰出的现代中国战略家 他依靠现代民主主义 与社会大众革命结合 赢得了现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军事斗争 毛泽东早已是几十公认的战略天才 对他从事这个伟大斗争的战略实践 战略思想和战略经验 无论中外 都已经有无数的论说和采息 其中包含很多深切的理解和政治着见 但是我们要指出 与此同时也有非常流行 但是有贤片面的关键性的 成规观念 这个成规观念首先在于 将毛泽东界定为天才的孙子式战略家 至少中国历史上头等或者头号的孙子式战略家 但很少 把他与克罗西威斯的战略方式密切联系起来 更少从毛泽东追踪出 在他那里的那一类彻底揭秘 决战决胜式的中国战略传统 实际上 在中外 许多研究毛泽东的人的著作里面 许许多多谈论毛泽东的战略方式的著作当中 非常少见 众彩众末论缩 比如说毛泽东的另一类战略方式 什么战略方式 毛泽东在46到49年解放战争期间的决战决胜是兵法 或者说就是毛泽东在当时运用的那么频繁 发挥的那么凌厉尽致的 兵力大规模集中 大规模运动 大规模齐席 和旨在彻底揭秘的决定性会战 正是这些在短短三年时间里 摧毁了国民党数百万大军 这些庞大的支持体系 为他的革命赢得了巨型中国 在这三年里 毛泽东发出了一些最重大的战略指令 他们最好表现了革命决战年代里 他的战略理念和战争方式 例如 在47年9月1号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内 毛泽东简介有力地强调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 举行全国性的反攻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兼体 只要我军在第二年再兼敌96至100个旅 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 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到截度 是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 到处受我攻击 我军作战方针以揭秘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每战其中绝对优势兵力 四面包围敌人 力求全坚不时漏网 毛泽东对他下面的主要将领不是那么放心的 所以经常登出 比如说48年9月7号 关于辽省战役的自然方针 他向东北野战军统帅部下达如下的战略规划指令 我们准备五年左右 从4年7月上去 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只要我们每年兼敌 揭秘国民党正规金100个旅左右 五年兼敌500旅左右 就能达到此项目的 因此要求你们 担负揭秘魏力皇 付出于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 将魏力皇全军就地揭秘 登出他们 你们应当确立 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揭秘战的决心 而且不仅如此 两个月后 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通知中 毛泽东明确告诉全党全军 所有中高级领导 他说由于我当我军 过去长世期内 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 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 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领导机关 保持很大的自治权 但是这是过去的情况 目前的形势 要求我党用最大努力 克服地方的游击主义 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的权利 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里 使战争由游击战的形式 过渡到正规战的形式 所以完全可以说 纵观其革命战争统赛生涯 毛泽东在根本战略层次上 天才的行使了 甚至是与非正式的两大战略方式 而且非常罕见的 以此标秉世界正式次 怎么来解释这么一个汉有自私 关键至少两个 首先毛泽东作为一场漫长的武力革命的领袖 经历了一个权过程 经历或者造就了毛泽东麾下的革命武力 由异常磊落到异常强大的实力转变权过程 起先的对敌巨大劣势 规定了最严禁的必须 就是必须创造性的实行 生子色战略方式 除此之外革命力量 并无可知生成和壮大的选择 所以革命武力 最弱的岁月里 它有十六次方针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劈我打 敌退我追 成了生死兵战法 在现代中国的大概最著名的体现 但是 等到很大程度上 依靠这个生子色的战略方式 形成了雄兵北万基地千里的 强大的革命武力之后 对敌实力优势 提供了改换战略方式 争取决战决胜的伟大可能 与此同时 毛泽东是一个激进革命家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只要有实力 就要快快地追求彻底革命的目标实现 所以对毛泽东来说 实力的壮大提供了可能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提供了必须 规定的必须 毛泽东随他的革命战争事业推移 成为孙子和克罗塞尔茨结合的所谓 构建原因就在于此 最简单讲 革命武力由极弱变得异常强大 极构性原因 但是关于这个极构性原因不够 还有毛泽东罕见的天才 毛泽东罕见的天才 是只成为必然 这个天才构成第二个关键 这个关键这个天才最重要的是直 他在战略缔造和战略贯彻方面 一种近乎独特的才能 有两位美国学者 美国教授 对此有过人的理解和洞察 而且把这些表述得异常惊荡 这两位美国教授写了一篇论 针对非历史 非情史和教条式的阅读和阐述 毛泽东著作的中西流行风上 指出必须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解读毛泽东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将其当作应付各种特殊的战略局势中 表现出来战略难题的一种基本手段 深切领会 构成具体实现的活生生含义的 所谓所有细微差别保留和语境 由此 这两位教授就洞察到了毛泽东战略缔造和 着重了战略贯彻的灵魂 这就是在特殊的中国本土情思 和具体的革命战争时代当中 勤勉不屑 创造不屑的思维和时间 下面这段话写得非常精彩 毛泽东着迷于认识论 他反复强调在采取行动以前 每一项情势都必须彻底理解和严密分析 他力图对抗一个原罪性 原罪是什么 就是懒惰 就是主观主义 本本主义 教条主义都是懒惰 对他来说 他那些现已文明世界的战略性条 层次老调 差不多不过是简单的指南 谁都会说这个折律方针 谁都会把毛选背下来 但是能用这些东西的 某种意义上只有毛泽东本人 应用 最根本是应用 需要最大资力努力的现主的应用 才能把这些战略公式 转化为实际胜利 而正是毛主义的根本方面 这个运用 这个战略贯彻 是许多后来讨论所忽视的 西方世界和其他地方读者 其他地方也包括我们中国 一贯高度重视毛泽东的革言 革命战略革言 然而对他应当 怎样应用这些革言的思想 几乎膜不关心 正在毛泽东试图解释胜利 究竟怎样出自理论的时候 西方的读者们 我们还可以加上 西方世界和其他地方读者们 似乎不再聆听了 他们将理论和舌舰划分开来 依照这种片面的观点 理论包含所有可能的 intellectual factors 制色因素 理论能够告诉人们如何应用它 而应用 贯彻被看作一种次要的过程 主要取决于 指导应用的理论本身是否健全 西方理论概念源于自然科学 它将主要的自身努力 归于理论 而将谨慎 勇气直觉和运气 这么一些大不相同素质留给实践 至少可以说 这道克劳塞维茨为止 毛泽东一次相反 将同等甚至更大的自私努力 归因于理论的应用 研究 倾听 学习 思考 评估 再评估 这就是毛主义的胜利秘诀 你让人读毛选 读毛的文章有比我们读得更好 当然也是很少数 所以这样的毛泽东是什么毛泽东的 是战略调研 战略实践和战略认识的天才能手毛泽东 很大程度上 恰如孙子理想中的 精细茶茶 胜利全肯的杜梁素称大师 更合克劳塞维茨的特色战略艺术的根本 也就是才能创造能力和实践 所以 不仅在我们刚才讲的根本的战略方式上 而且在我们现在讲的战略肉身方面 毛泽东都可以被称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辉煌结合 不对称的与对称的 我们谈当代中国战略极其外交意义 我们讨论终于进到了当代中国 什么当代中国 就是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 邓小平发动中国改开放至今的中国 就当代中国大战略形态而言 浓缩为树与和平崛起 或者和平发展的根本战略方式 我们可以说是不对称战略方式 不对称战略方式是什么呢 就这十二字 杨己自长科技自短和弊敌自长 不对称战略方式相当于孙子式战略方式 在中国非常悠久和主流政治化传统和战略传统中 有深刻的底蕴和渊源 而它的外交意义可谓不言而语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谈到当代中国的军事努力 或者军事力量建设和现当代化而言 它的战略形态 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称战略 对称战略就是针锋相对正面攻击 以牙还牙 这个在战略精神上 可称为克罗塞维斯的战略方式 对称战略和不对称战略 都利弊相间 中国既要大力和平发展 要加速增强军力和推进军事现当代化 也就结合使用不对称与对称战略 来兼取两者之长和规避两者之端 中国的崛起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有巨大的战略 为什么 因为它在绝大部分的时候 绝大部分方面 压倒性的依靠广义的软权势或者软实力 也就是和平的非军事性的 和大多非抢制性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事 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 特别微笑外交 不是战狼外交 柔性功能 文化力 移民力等等 Everywhere there is made in China Everywhere there is Chinese 移民力 还有国家发展成功本身 在中国巨大规模之外 带来的格外的威望力以及劝阻力 或者是软威慑 所以这些特性在于 非暴力伤害性 渐进累积性 广泛弥漫性 很大程度互利性 相对而言这样的力量最不容易阻挡 最少引发强力阻力 最小成本发生 后果方面最可接受 一定要一定以上最无敌 特别是和平局势战略的最大好处 是相对成本低 而且它的效应来的 虽然相对缓慢 但是相对经久 中国资源不复 内部困难多 一定要格外的讲究保持低层的 中国较有耐心 较少一万人太久只争着去致死 因而经得起 这里说的相对缓慢 还有中国的报复长远伟大 要更倾向于主要依靠广义软权力 可以产生了相对经久的权势效应 但是 话又讲回来 无论从理论和实际来看 都必须明白和牢记 软权力与和平崛起的局限性 那是与它们的重大功能和弊义并成的局限性 由此才能明白和牢记 作为对称战略的军力发展 事所必须 军事力量 军事意志的军事体制效能 在某些至关紧要的可能的紧急情况下 最紧要 而且 它们在平时的阻恶最坏情况 发生的根本威慑作用 再加上它们可以产生的威望 影响力和有时必须的强制性外交能力 也至关重要 而且特别以经济实力贸易影响 所增为最大民主成就 和国家经验的当代中国来说 尤其需要明白和牢记一点 经济力量 恰如军事量一样 有它在可互换性方面的 固有限度 Fungibility 经济力量不是可以转化为其他 一定所有方面都可以转化为其他影响 其他力量的 军事强权 人是国际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 先进和强移力的武装力量 人是在军事强权面前捍卫自己这种必须 领土军事安全问题依然至关紧要 主权争承 领土争端和其他影响利益 仍然多发和常见 因此军事力量仍有重大意义 上面讲的是道理 下面就来讲具体事件 特别是当代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 它的强劲发动 远晚于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动 多少有如西汉初年 社会集团凋敝和国家集团贫困 实际上强制规定了西汉初期的国家方向 也就是修协无为 包括外交防御 最终结果是明目加响衣食之责 邓小平和汉初非常相像 他在这掌最高领导权的整个时期里 将党和国家的政治精神和物质资源 大都集中于经济大发展 其政治条件就是不乱反正 其经体制条件就是改革开放 而且维持 将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 相对边缘化 或者说推迟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 叫军队要忍耐 在邓小平这么一位 特别兼具求之精神 宏伟报复的伟大国务教看来 浅显无一的 起码的战略道理之一 就是国家大局有限 构筑基础有限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 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 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 所以邓小平领导时期 中国大战略形态 是压倒性的 或者近乎存一的 不对称战略 军队要忍耐 原初就意在是暂时的 而且恰恰因为邓小平的改开放 和我们讲的那个大战略 其中于经济发展 维持不乱反正 维持改开放 导致中国经济脱飞满进 情况就更熟悉 但是呢 有两大拮据的事态 多少提早了当代中国军力建设 和军事线当代化的强劲发动 两大事态 第一 美国一凭骤然亮相的高技术武力 极为迅速利路地打赢了海湾战争 这对中国政治领导军界 造成了心理震动和思想冲结 第二 既而台独威胁随着李登辉 1995年刨除中华民国在台湾了 急剧浮现 急速加重 从而带来了进一步的强烈持绝 在这一背景下转折到来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事主席之后 发动军力加速建设和军事加速度限当代化 这个功不可没 发动军力加速建设和军事加速度限当代化 目标一言以蔽之 按照江总当时说的 按照中央军委当时规定的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就是使得中国一群武装力量 人民解放军具备打赢高技术 性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 在这个目标或者方向 以至相应的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主导下 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期间 中国军事多层面和多方状态 显著变革 从大多数至今仍在继续下去 它们中间尤为重要的包括 第一 军事议算 1999年至今 当然我这个文章发表了 2011年 18大至前一年 13年里不断以两位数年增长率 持续高速增长 只有其中两年的年增率 略低于两位数 这叫几何级增长 第二 坚决有效相当迅速制止了 一度冲刺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经商活动 从而除掉了军力患散 堕代危机和腐败的相当大一部分缘由和注资 第三 通过军转民等重大措施 相当程度上实现了 原先过于臃肿的军事工业和后勤体系的 合理化的受审 第四 新的现当代化的军事信条和原则 有力的浮现 并且有力的贯彻 这些军事信条 特别是 多军兵种合成体制 英文最简洁的叫 Combined Arms 其建设科中重点 被显著至于 除了传统陆军 就是步兵陆军之外的 所有战略和战斗性军兵中 予以发展和一平先进军技术和新型武器系统 还有本着可谓对称性战略中的不对称战略 辅于所谓砂射箭武器系统研发制造装备和部署 但是特别优先地位 还有 扩展丰富细化生化战略规划工作 加上一些相关的各类战略研究 还有大卫增进中高层次专业军事教育的规模和重要性 同时显著增进军事专业化 总之 我们就用《华人邮报》2005年初一篇文章 从头到脚的现代化正改造着中国军队 04年9月 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 新世纪军战略方针 在继续并加速贯彻同时有了重大的发展 从特别具有历史性创新意义的是 胡锦涛在中共社区大 报告中提出 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坚军维护国家走向安全领土完整 为维护世界和平力量贡献 在增强打赢新世纪化条件下局部战能力之外 主要意味着将非战军事行动 作为国家军事运用的重要方式 注重二次危机和战争 科学规划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 提高维护海洋太空电视空间安全 和从事反恐维稳 应急救援国际维和任务能力 参与军事安全合作 开展多种形式军事交流 所以由于如此结合纳入军事政治 军事外交 国内安全 国际安全 传统安全 非战争安全等维度要素 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 从未像当时那样内涵丰富 那么大程度深映 中国世界当代的基本变迁 再讲一遍 我这个文章的发表 这个文章在国内外相当有名 是2011年 是党的十八大前一年 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情况 我们会在以后一些 这个课程单元中 则减过建计的设计 这个武装的中国 千年战略传统 继续外交意运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简单的 但是我认为是比较深刻的结论 这个结论或者说结束于 我们回到开头的 两位贤责 孙子 克劳赛维茨 我们先前已经大程度 俯瞰了中国千年战略传统 极其外交意运 现在我们要回到开头的孙子 和克劳赛维茨 或者说回到我们说过的 传统中国的两大类战略方式 和战略传统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孙子舍的 和一定意义上可称为克劳赛维茨 这个我们先前说过 纵观其革命战争统帅生涯 在毛泽东那里 孙子舍的 与克劳赛维茨的战略方式 得到了无论中外 实属罕见的光辉结合 也就是说 精致迂回 规避正面戒战的战略方式 与旨在决战决胜 力求彻底揭秘的战略方式 得到了光辉的结合 如果我们打一定的刺客 把在位头几年 汉武帝的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 也当作这里说的战略方式 那么由于汉武帝 继而连连发动决战决胜时的大公文远征 并且完全去垮凶龙帝国 总和起来 汉武帝也可以被当作体现了类似的结合 我们要强调就是说 我们前面的所有论说都表明 正随着由弱变强 而且多半因为由弱变强 毛泽东从事战争的根本方式 经历了重大变迁 也就是说 从孙子舍的 改换为克劳塞维斯舍的 那么当代中国呢 大战的方式 我们也已经说过 可以说是由孙子舍的 不对称的 改换为孙子舍和克劳塞维斯舍 两者 对称和不对称结合的 所以有一个结论 重大的激励 力量对比变迁 与战略形态变迁之间 有极构性的因果联系 力量对比变迁 是因战略形态变迁之果 然而我们前面还反复地涉及到至关紧要的一点 那就是在传统中国也就是古代中国 孙子舍战略方式 有一个悠久的所谓基底 那就是主要的民族特性和主要的族族文化意识形态 从这个悠久的基底得到极有力的无形支持 这个就提示了另外两项道理 对过去对现在和未来都遥有意义的道理 第一 中国在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上 更容易倾向于孙子舍的 或者广而言之儒家的战略传统 连同其避易 连同其避短 有力有避 不管是固有的还是情势性的避易和避短 第二 这种战略倾向 有复杂的外交意义 但是呢 他们在不同的力量对比形式下 始终有个一贯的优先主题 也就是孙子舍的 或者儒家的战略传统 它的优先主题就是 争取代价最小化 而不是争取 优先争取收益最大化 因此最后结论 就粗略地说 中国较难胜出的自我挑战 经常是这么一种 在需要 生活必须的时候 能够坚决无畏的正面攻坚 以致决战决胜 或者换句话说 中国人 经常不大能够 在需要 生活 必须的时候 坚决无畏的正面攻坚 以致决战决胜 这一点 是我对我们民族的战略传统 一个深刻的千年优先主题的 一个体会和洞察 谢谢大家 ãy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